美国后川普时代即将改朝换代 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稍早宣布 他将提名现年64岁 外交资历丰富的前副国务卿博恩斯 担任中央情报局 也就是CIA的局长 而这不但是CIA局长首次出身于国务院 更让台湾民众关注的是 博恩斯曾在欧巴马政府时期出任副国务卿 而总统蔡英文2016年首次赢得总统大选后的两天 博恩斯也就是目前美国内定的中情局局长 当时他就以美方特使的身份率团访台 当面是向总统蔡英文道贺 那么双方会面之际 当时总统蔡英文就强调 台湾将与美国保持紧密友好关系 致力推动台美之间经济与产业等方面的各项合作 而据了解博恩斯的外交经历长达33年 早自雷根时期就待在外交体系 由于长期身处外交前线 不论是对于俄罗斯事务或是中东和平谈判 都有丰富的经验 加上2016年他曾经来台会面过总统蔡英文 商讨区域安全与经贸等议题 对于台美互相往来事务是相当的熟悉 相信未来博恩斯的上任 也对于拜登执政团队走马上任之后 未来的台美互动有加成作用 以上是来自美国的最新消息 对于台美互相当的熟悉